台南市政府水利局争取前瞻计划并获核定经费 今年度办理全国水环境改善计划的月经港环状水域绿色水岸整建计划 包括既有水岸部分5460万 新批水岸部分5202万 公18至三级公18至五清水公园串联计划4461万6千元等三案 水利局表示目前月经港环状水域绿色水岸整建计划 既有部分及新批部分已发包 并于3月15日开工预计于明年登节千万工 全国水环境改善计划 盐水区公18至三级公18至五清水公园串联计划 预计本月12日开资格标 以期造就台南西北地区最大清水公园 水利局表示月经港环状水域绿色水岸整建计划 除了既有水岸整建加固外 再加入公18至三级公18至五清批水岸 工程重点为水岸边坡保护及自然灵象富裕 此外将信义路两旁月经港串联 并重现月经港古港风貌 十明年月港登节期间 月经港的水城风貌将更加美丽 水利局强调 工程施工前水利局多次与地方协调 说明完工后愿景 造就月经港各部分串联 提升港区清水范围 浸工后将可大幅提升 盐水新盈的生活品质及观光效益 人行车桥及月市挖鼓完工后事意图 涂台南市水利局提供分享 公18至三书郡拓宽工程 涂台南市政府水利局提供分享 清水玉 监裟 小薰 您好 居